這個Test函數它主要的特性就是說,它可以幫你把原來的你用儲存格式去設定的這個制定 000,可以把它真正的去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而不是只是表面上格式的改變而已 所以這邊的話,假設我今天要利用類似的觀念去做改變,那我們可以這樣 其實在剛剛的這個IPTR理論,你可以把它改Test,其實蠻快的,怎麼說呢? 第一個,一樣,等於09,在這邊的話,前面部分是一樣的 AND,我們的電信業者,然後在AND,我們的一個減的符號,這個前面都一樣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我可以透過Test函數,去幫我做實際上的格式化 那格式化特別重要,你可以一樣在這邊點前面的下拉式選單,其他函數裡面 因為這個Test函數在文字這個類別裡面,所以你在文字裡面找一下T開頭的Test 那Test它會跟你要兩個資料,其實函數的特性就是,你只要看懂它跟你要什麼 你給對的資料,它就會給你要的結果了 OK,所以Value部分的話,我給它這個門號區碼儲存格 然後引用進來的話,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是84,其實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是一個84,那84的話基本上是一個數字 那Test之後的話,它return回來的結果會是一個文字 那並且,可是我的規則呢,希望是3碼 3碼要怎麼做,特別重要 在FormateTest裡面,記得就是說,你給3個0 那這3個0,其實意思就跟我們剛剛那個3個0,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往後,如果你在那個出生格式裡面,制定的出來的話 那,假設你要真的把它轉換成你要的那個結果 你用Test函數,並且把那個在制定裡面的,比如說000好了,放在這邊 不過特別注意,前後記得要加上雙引號 因為你要傳遞給它的是一個文字 通常比較有問題的大部分都是前後雙引號會忽略的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個細節都沒有錯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實給它一個84的數字 然後底下這個FormateTest,格式的這個形態 然後呢,它return回來了,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幫你把一個數字轉換成文字 有沒有,前面補一個0,而且前後有雙引號,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那我們把它按確定之後,你可以看到,084就做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跟剛剛的IP家有的人比的話 其實這個方法我覺得會簡單許多 那再來的話當然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要把後面那個H4給做完的話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一樣把前面的公司複字 再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那後面呢,本來是G4把它改H4 打勾之後的話,那向下填滿 答案一樣就可以做完了 所以兩相比較之下,你會發現 前面的函數相對的複雜許多 而且比較不符合一般人的那個思考邏輯 還用3來減,有些同學會突然要轉個彎 腦袋必須還要動一下 可是如果你用那個TESTER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格式做得出來 那就可以轉得出來 那TESTER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很受用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些格式上的設定的話 你就要想到TESTER函數 當然不是只有數字轉文字 其實像日期格式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日期有年月日 可是你如果只要月跟日的話 而且要兩碼 其實在那個TESTER format 你可以什麼? 假設你要月跟日 而且要兩碼 你可以MMDD 雙以後 其實它回來了就不會有年 只會有月跟日的訊息 而且前面會幫你加一個0 MMDD 那這些相關的訊息 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TESTER函數裡面的函數說明 它會有一些比較完整的說明 這個地方是第二個我們講到的有關TESTER函數 那最後當然還有更快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要更快的話 其實這邊你可以用VBA 不過VBA是下一個階段會講到的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那至於怎麼做 可能下個禮拜有那個高階的課程吧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來學習 那在這裡如果你要更快 那什麼叫VBA VBA它能做什麼? 有多快呢? 其實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旁邊有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什麼用途呢? 如果你把VBA寫好 你只要按一下它 它結果就會這邊列出來 我按一下按下去 結果就完成了 OK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 只有做一欄的資料 但你用多欄的話 其實可以類似一樣的方法 全部通通幫你把資料填完 OK 甚至自動幫你把報表輸出 列印出去 或者是輸出PDF也OK 如果不列印的話 現在很多人直接就輸出PDF 或者直接就寄給那個人 按一個按鈕 自動全部都完成的話 那這樣工作不是輕鬆多了 能不能做到? 絕對做得到 OK 那這些課程也都是我上課裡面的內容 OK 那另外一個按鈕是清除 可以把它清除 所以VBA的第一種形式 就是如何把一些工作變成一鍵完成 OK 那第二個形式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假如你不希望是按按鈕 那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插入函數 那常常會有同學問到的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哪一個函數 可不可以解決哪一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 其實大部分其實很多工作裡面是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制定 所以 在VBA裡面的第二個重點 就是 如何制定一個 量身定做的函數 來解決你的問題 如果那個函數定義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使用者定義 這個使用者定義 你們電腦現在應該是沒有 因為 你沒有制定函數 就不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如果有 它就會出現 比如說什麼呢? 我這邊有定義一個叫手機函數 你按個確定 它會跟使用者要三個資料 一 二 三 你會發現 三個給它之後 再按個確定 結果就做完了 點兩下 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 那制定函數的目的就是說 它可以把 你原本比較複雜的工作 做到簡化的目的 有沒有 如果有這個對應的函數 你的問題兩下不就解決了嗎? 你還要去想說這個公式怎麼帶嗎? 不用 直接呢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產生這樣的函數 OK 那當然這個函數還可以更快 怎麼快 剛剛是選三個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手機範圍 什麼叫手機範圍 剛剛選 選一二三對不對 其實不用 一格就可以了 因為它連在一起嗎? 你可以給一個範圍按個確定 選一次 點兩下 那又更快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VBA的第二種形式 所謂的制定函數 所以基本上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講的就是 VBA你要怎麼產生按鈕 怎麼產生制定函數 OK 那我們進階的課程 主要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接著去了解 這個下一個階段的課程 那這個部分我想 就是我們第一個 有關如何串接 用REP加以輪跟test 另外demo一下那個VBA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請各位先把那個test部分 先實作看看 那待會 如果這一題做完之後 請各位就開啟另外一個 內襲檔 一樣在那個我們的範例裡面 有一個叫做 擷取 挖壺 中置上的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其實邏輯非常簡單 A欄是來源 B欄是一個結果 那不過B欄裡面已經有資料 請你把這裡面的資料先刪除 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做好的一個公式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公式 不過請你先把它delete掉 OK 那基本上 我們主要是希望 如果A欄裡面有刮壺 就幫我把刮壺的資料帶過來 如果沒有刮壺呢 那就保留空白 就什麼事都不發生 OK 那這個地方 要怎麼做會比較快一些些 這當然不是叫你土法鏈鋼 如果你要一個個把它點兩下 複製貼過去 複製貼過去 那當然 絕對會非常花時間 那這邊只有九個人還好 可是如果你有九十九百九千九萬個人的話 那你當然絕對不可能用 土法鏈鋼的方式來做 可是呢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這件事情給解決掉 OK 那請各位先把剛剛那一題先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給個提示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呢 用 找刮壺的位置 那用fine 用fine函數呢 如果有刮壺 它會告訴你在第幾個字 會retain一個位置 第幾個字告訴你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會retain一個錯誤訊息 OK 一個仅value 表示說裡面沒有 它不會告訴你說沒有 它會仅value 有一個錯誤訊息告訴你 那我要知道前刮壺 知道後刮壺 那就把中間的東西呢 再利用那個mid的函數 一個mid mid的函數 文字裡面的mid的函數 可以再把它切出來 放在我指定的位置裡面 但是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那你必須把它過濾掉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那一題完成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有興趣 其實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VBA 那VBA部分呢 當然我在很多地方 像我的部落格 Youtube裡面也都有提到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關注一下 那請各位先把剛剛這一題 先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這一題就final了 就把它先關起來 OK 那再來就是做 E1 E1